李磊 你业余生活 你会就是跟一些法国朋友 创作一些音乐吗 对音乐方面的造诣 我仅限于唱歌 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音乐 就主业之余 我们也会带来在一起唱歌 我是觉得这样子中法文化 这样的一个音乐交流 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个资料里写李磊 是声乐业余九级 钢琴八级 是的 那你可以唱两句吗 可以 我们有一首歌 就是送给《非诚的礼物》 那太好了 特别好听 很好听 6号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关于配音的事情 因为我本身在业余的时候 除了看球 我也非常喜欢的给法语的一些电影 尝试着配音嘛 为了锻炼自己的法语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是配法语还是中文 是配哪些就是类型的片子呢 我配的其实中文比较多一些 法语我会有过一些尝试 但是只有几句台词而已 来 但是 但是 你 我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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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没有一个普通的蜜蜜 她说她是一种 在全世界上的一种 这不是普通的蜜蜜 是她的蜜蜜 是我的蜜蜜 她会找到她 太棒了 太厉害了 我是没看过这个原片 我甚至觉得她可能就是 过奖了 她的这个声音和角色的 这种匹配度 很高 勾起了我当年练听力的回忆 又声音又很清淡 又非常清晰 你不觉得男嘉宾选择的歌曲 和选择的配音段落 都表达了一种很深沉的一种爱 是一个深情的人是吗 可能吧 结果我 答不上来不用硬来 你就说谢谢黄老师 谢谢黄老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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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